讀書真的非常的重要 如果不讀書的話 就會很有機會像雞排妹一樣 被判有期徒刑四個月 現在是一個前科犯的狀態嗎 心情非常的好 我覺得公理正義終於獲得了聲張 然後雞排妹被判有期徒刑四個月 所以現在就是一個前科犯的狀態 法官判了什麼 我覺得其實判的已經相當的重了 因為他之前在開庭的時候 就是當面嗆檢察官說 都給你資料了 你還不認真做功課 然後檢察官在當庭也是講說 希望法官可以從重量刑 但是我希望說是可以不要得一顆法金 因為我覺得這個行為已經非常惡劣 然後犯後態度也不知悔感 所以我覺得希望可以讓他 不要一顆法金直接進去關 他之後要上訴 對 我們這邊也會申請檢察官幫我們一起上訴 那CB通常你不會要請你接 因為我這些案子已經交給律師了 如果時間可以有的話我會出庭 但是因為我最近都在環遊世界 所以如果我在國外玩的話 就會請我的律師幫我出庭 因為我自從被他公布我的電話之後 我每天都以淚洗臉 我半夜想到我就是哭著醒過來 堅信對我造成極度嚴重的傷害 所以我必須要努力的到世界去玩樂 來撫平我受傷的心情 如果出庭的話 我就會配合每一季 就展現我的法院史上 然後我想現在已經要接近夏天了 所以到時候就是我會認真的準備 那你們會來拍嗎 你會發媒體嗎 因為我又不是雞排妹那麼愛發媒體 就是因為我之前都沒有發你們都不來拍啊 那你們要來拍嗎 我就沒有那麼想瘋啦 你們要來拍 你們要來拍的話 我就會好好再更認真的準備 你有什麼戰逃之類的嗎 我會就是看那一季最流行的Fashion 然後展現時尚 所以我現在就是還只能保密 不能告訴你說我要穿什麼 那是一定要廠商給你每天拍的嗎 非常多廠商 我每一次出庭的時候 我全世界上來都是贊助 接下來計畫要去哪裡嗎 接下來我想要去外蒙古 外蒙古 對 還有很多地方 譬如像美國啊 還有秘魯 我想要去收集世界七大奇蹟 沒有 而且我就是這次去冰島玩 然後我還睡機場睡了兩天 然後我想說會不會有什麼航戰情緣 結果航戰情緣演的都是假的 旁邊都是睡阿伯 就是覺得說桃花運可能還沒開 但因為我本身也不是那麼 在積極追求這一類東西的 不像雞排妹講就是 我多想要結婚我不想 因為我本身就是財富自由 而且我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新女性 我自己一個人可以過得很好 我沒有那麼像她一樣非嫁不可